入秋之后苗栗县南庄厢高山田市进入了盛产期 这两周进入采收最高峰 农会会试农设立的田市专区就在南庄桂花巷洗山坑旁 国庆日后开卖展售 立刻就吸引游客的目光抓紧时间采卖尝鲜 南庄厢水变头桂花巷入口洗山坑旁搭起了长长的帐篷 一年一度的南庄田市季起跑 这些柿子都是在原住民部落山区栽种 秋风吹起 柿子转红 摊架上都是当天早上新鲜献采的田市 陆湖 陆场 陆山这个三个部落 那我们主要的话除了在零售之外 我们只要有就是这种比较A级的A级货的话 我们已经就是宅配 那宅配的话就是前一天栽采 那当天我们就是分级了以后我们会拍照给客人 那我们当天下午就会出货 田市主要生长在海拔800到1200公尺的高山地区 产期落在10到12月 不过今年成熟期受到台风影响 加上山珠和猴瀚 能采收上架的田市产量大受影响 而到南庄旅游的游客 立即就被摊架上的大棵田市吸引下车踩满 品尝当季农产美味 高雄 对 不用试吃吧 因为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品质还不错 我觉得对我们家的都蛮不错的 大家这样一路看过来都是蛮不错的 都是红的很漂亮 我们全部都自产自销 就是所有在地的农民有青农老农 可是我们的老人家就是坚持有上跟踪 所以到我们终生代青农的 他们也都是就是用割草的方式 一年可能要割四到五次的批草 那肥料的话就是以有机肥为主 因为其实我们的产量不多 我们没办法用那种非常高档的肥料去 那因为我们的地理气候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田市很棒 协助农民促销 农会就近在市区设立田市专区 方便游客采买 所以说今天品质非常好 像国际游客 都南庄来 我们不记得来照顾 就让我们的原聪明 然后去买买田市 我实际游客因为我们的安东院 太高地 两斤就很少 韩国习闻就很高 在菜市区期间 都会提供 所以说因为菜市区应该总顺 可能就万无田市 南庄市农也借此机会 打开知名度 建立宅配销售管道 礼盒包装 好看实惠 即日起到10月底进入丰收期 农会同步规划山水节活动促销 欢迎游客进入南庄观光 也带田市回家